機車騎到了路口之後 跟轎車發生了碰撞 當時機車的車體在路口滑行 至於另一方肇事的轎車車體 則是往一旁的農田 最後車頭是衝進了田裡 車身卡在鉤曲上方 這起車禍事故事發生在中午 雲林土庫的民族路跟光榮路口 五十二歲的轎車駕駛 跟二十九歲的機車女性騎士 發生碰撞之後 女性騎士是被緊急送往了 胡偉若瑟醫院急救之後 宣告不治 至於開車的駕駛肢體擦傷 被送往了媽祖醫院 減傷治療 警方初步檢測 雙方沒有酒精反應 但是事故原因 還要等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